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政1946年 戴笠的专机在抵达南京郊县江宁上空时 忽然失控 一头栽倒在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戴山半山腰城 尸体从飞机上落下 掉到了戴山下的困鱼谷中 各位 雨农死雨中 戴笠撞戴山 尸骨埋在困鱼谷中 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点 据史料记载 在刚接到报告的一刹那 连蒋介石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命陈城和蒋经国同去南京 务必找到事情的真相 而在上海 毛仁凤也急得团团转 按针统的做事风格 戴笠去呢 都会和毛仁凤事先通好气 可如今都过去了六个小时了 他毛仁凤却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戴笠似乎失踪了 在毛仁凤的心里 戴笠是个特殊的存在 有他在 毛仁凤永远只能当小弟 但戴笠对他毛仁凤又有之欲之恩 他不想看人家出事 更重要的是 就在一天前 戴笠刚刚给他发来一份电报 要他翻译后直发蒋介石 原来据史料记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想要整肃军统 以备内战 而国民党内部宣铁武 李时珍等人却趁机提出 说军统内人原良有不齐 而且财务混乱 戴笠又广不爪牙 弄了国民党内部怨声载道 他们提出 应该才撤军统 由蒋经国或者宋子文另外成立一部门 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据史料记载 蒋介石对戴笠还是比较信任的 他给正在上海办案的戴笠发了份电报 要他马上返回重庆 商讨军统相关事务 电报自然是经过毛仁凤转发的 所以后者也就看到了电报 据史料记载 毛仁凤在电报背后写了一句话 说重庆有人在捣鬼 警方担择 戴笠接到电报后和心腹大将文强商议了很久 最后决定 心以事经 没棒完为由 不回重庆 并发电报 向蒋介石表示下忠心 而在这份电报中 有这样一句充满牢骚的话 说据了主动人其 相间合己 电报依然走老规矩 由毛仁凤带发 结果他一看这两句话 大惊 说关于宣帖五 李时珍等人打小报告的事 我也是私下和你说的 你这两句话不是明摆着告诉蒋介石 他泄密了吗 而且 蒋介石最不喜欢下属内斗 李戴笠这两句话 明显有所指 会让蒋介石觉得下属不合 而且似乎还暗指蒋介石偏听偏信 这不是惹蒋介石不快吗 于是他就删掉了这句话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显是后一句话